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和大家主要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黃絲有個白癡的計劃 打算對抗政府推出一個叫做安心出行的東西 配合一個防疫政策 他們有個白癡計劃去對抗他們 究竟是怎樣的 稍後就和大家講解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香港市民有一個好的突發消息 就是我們香港市民終於可以在下個星期 就可以打到我們的中國疫苗 詳情是怎樣呢 稍後都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講一下黃絲的白癡計劃 做什麼事 原來他們打算對抗安心出行 在一個page那裏 他們就叫做一碗一碟的facebook 他們就說要對抗安心出行 就要等那些客人吃得放心 就說不登記資料 不安裝安心出行 所以他們晚上就不做堂食了 這一樣是白癡計劃 首先怎樣打破白癡的言論呢 稍後會和大家介紹他們有什麼食店 是不配合我們政府的防疫政策的 我們可以一起講一講這個安心出行 怎樣他們的對抗政策 首先 他們就說要停堂食 不做晚市堂食 直接不做晚市 不做晚市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政府的法例規定 不論你是不是做堂食 還是做晚市 基本上你早餐 午餐 你不論是外賣 還是要堂食 你都是要端這個安心出行 否則就要登記資料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不可以開了 所以稍後大家就可以一起留意一下 文傑會有一個大約30間左右的一些店舖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些店舖 當你們進去的時候 或者看到別人進去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安心出行 以及究竟你們可以看一看他們有沒有登記那些人的資料 黃絲說要堅持停止堂食才可以反映政策上的一些問題 今次他們的決定是一個屬於合情合理合法的商業行為 為什麼他們要停堂食 原來就是他們怕要登記顧客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 電話等等 以及要堅持這個安心出行的話 他們就變相收集了很多不同的資料 而這些資料他們認為是非常寶貴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寶貴 你不要登記電話 你登記電話 你本身要有你的地址 電話身分證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說不拿這些資料 當然他們不拿這些資料 決定發起一個行動 就是說不做堂食的行動 結果就是有一堆的餐廳參與 我們可以先講一講這堆的餐廳 包括一碗一碟 還有什麼翠義雞 小重慶 番茄仔 消防局 不是消防局 那些名字 還有滑蛋仔和記餐廳 Burger Home 然後蝦麵店 Kate Club 一堆 大家看到圖片就知道了 如果大家看到這些店舖 大家真的可以看一看 究竟那些人進去有沒有堆穿 安心出行 大家可以舉報給政府 直接打到1083便可以了 接著可以說 現在就說 政府公佈詳程 如果不遵守最新規定的食肆 傍晚9時後 禁止晚市切堂食 並且要在入口那裡 將貼指示 表明堂食時間 只要到下午5時59分 並且每天維持兩人一台 也會加強監管晚市有堂食的食肆 一旦沒有遵從防疫要求 就會打回原形 變成堂食晚市是兩個人一台 暫時日數分3天 7天和14天的三級制 如果沒有幫顧客量度體溫 還要罰款3天並且停止營業 即是說其實會有很多的規矩 擺了出來 但我們的安心出行 其實不只是凡是他們晚市才用 是全日都要用 所以他們這個想著對抗的政策 基本上是拿著石頭 扔自己的腳 這些黃店原來都是一些黃色經濟圈 他們搞出來的 鄭松泰亦都在Facebook那裏 整篇文章出來 在這裏嘲諷那群黃店支持者 和這些黃絲 說事情發展成這樣的話 是不是開晚市的餐廳 就是真是藍店 晚上出街吃飯的人就是藍絲呢 他就說這群傻人 就幫他們自己設立一個自己的限制 會令到生意差 令到紅色資本輕易全面壟斷了 一些動作或者一些餐廳 其實鄭松泰太太看得起他們 就算他們做不做生意也好 其實他們最終都會失敗 因為其實他們根本不懂得做生意 他們只是想著找糖水滾糖魚 賺回那些黃人的錢而已 所以這群黃人 所謂的一個白癡計劃 想著對抗這個安心出行 最終不是一樣的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我們打算做檢測的時候 很多很多的黃議員就走出來遊行 又說示威又說反對又說 又說不可以做檢測 又說甚至乎就是看新冠肺炎的地方 都不可以指定地方去看 做了很多對抗的行為 這樣的話最終是怎樣呢 他們當時是反檢測 現在就說為什麼不開多些檢測站 是不是很傻 是不是很神經病 他們經常都是 其實大家要記住他們做的 所有一切一切 我就真的記入腦裏面 文潔經常都說 我有一件事不好 就真的記性太好 我記得他們那時候說過什麼 做過什麼 怎樣反對我們的防疫政策 怎樣反對我們的檢測的政策 但是他們當時就反對 現在就說為什麼不開多些 為什麼不幫多些呢 這樣就是他們黃人的思想 不過沒辦法 現在都是讓他們搞著我們的香港政府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就是100萬劑的科興疫苗 明天下午就會抵趕 下星期二政府就會有一些措施 安排優先群組網上預約 最快下星期五就可以接種我們中國的科興疫苗 而復星和Biontech合辦的復必泰疫苗 就會在今個月二月的月底 到我們香港這裏 其實剛剛就是食衛局的陳肇始 和聶德權還有很多名的政府官員 也都講解這個接種疫苗的流程 葉德權就說其實優先接種的群組 包括長者醫護人員 安老縣殘疾人士院舍 具院友和職員 對我們香港的日常必須要運作的人士 即是跨境運輸 口岸人員 工營機構的前線抗疫人員等等 會分到18個區29間4區接種中心1200多間私家診所 和醫管局的18間門診和殘疾人士院舍 就會幫助大眾市民接種這批疫苗 暫時一開始就會有100萬劑 即是可以打50萬人 因為每人要打2劑 這些人全部都會打中國科興疫苗 即是我們的行政長官 將會帶同行政會議成員和高官的人物 都應該會打中國科興疫苗 科興疫苗在很多國家元首都已經打了 包括新加坡和其他不同國家都打了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文傑之前說過 什麼 居然是復星和Biontech合作的Biontech疫苗 或者是輝瑞疫苗先到香港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怎樣呢 就會變成林鄭月娥要親自做一個示範 打Biontech或者輝瑞疫苗 當時文傑已經預示了 其實從政治的考量上 從任何的考量上都好 林鄭月娥我們的特首一定會將中季疫苗先到香港 我相信她自己都不想打Biontech或者輝瑞疫苗 當然這些疫苗現在可以讓大家選擇打哪一款疫苗 那些什麼Biontech那些輝瑞那些 打到人家分岔一輩子分岔那些 就留給小黃人去打 他們其實已經說 剛才剛剛說過 又要對抗安心出行 又要對抗政府 大家記住 監察小黃人叫他們不要打中國疫苗 記得記得打美國輝瑞或者打Biontech疫苗 這些才是他們的選擇 我也想看看到時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會不會大部分市民都選擇打中國科興疫苗呢 那現在那些社區的接種中心 就會每天朝八晚八這樣進行 市民在網上預約的時候 就要預約兩支針 因為要打兩針 兩針的打針時間和地點 如果是陪同70歲以上的長者接種的人士 就最多兩位 那首階段就會是給10間的一些安勞院社 所以下個星期二大家可以上網登記和接種疫苗 亦都鼓勵大家 如果大家合資格的話 其實我自己都想打中國疫苗 那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 一起去打這些疫苗 那當然了 未來日子裡面 很可能會有我們的國藥疫苗 繼續運到我們香港 但是現在未知道 但是現在因為未知的情況 而有我們的國家的疫苗 來到我們香港的話 我們應該是要為到自己也好 為到我們防疫政策也好 我們應該是要先打這個疫苗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的疫苗接種 多多支持我們的防疫政策 好嗎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堆黃人的白癡的計劃 如何對抗我們的安心出行 應該是對他們自己造成不便 我再想說多一點 有一些餐廳 例如Moles Burger Moles Burger 他們都說會繼續暫停晚市堂食 也有一些餐廳不在他們的表列當中 都是暫停晚市堂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發現如果他們開了堂食 他們是要有更加多的負擔 包括要請人 很多的洗碗工作 很多不同的工作都需要負擔 但是他們發現如果他們是減省人手 只是專心做外賣的話 很大機會可能容易些賺錢 或者是他們的人手暫時還未安排得到 未來日子相信會慢慢地恢復 晚市堂食 但是大家看到一件事 原來不是所有晚市不用堂食的人 那些餐廳就是黃店 未必的 他們未必是黃店 他們可能是自己安排不到或者自行的選擇 所以大家要選擇哪些黃店要幫忙打擊 或者不光顧他們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剛才那張名單 到時大家一起去全民監察一下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潔 紳士都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當然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